頭戴臉罩一動也不敢動 2016年4月肯亞詐騙案 44名台籍嫌犯 被大陸公安大動作解壓 至北京震驚台灣社會 折騰一年多判決出爐 当時76名涉案人 其中就有44個是台灣人 北京二級人民法院裁定 判刑10年不等 其中兩名主嫌被重判15年 对比当时同样也是 跨国电信诈骗的大马案 20名台人被遣送回台 刑事局动员警力 前往桃園机场 但训后这些人全部被释放 最后判决结果罪重六年不等 要判重一样是可以判重的 那只是台湾过去 法官在用刑度的时候判不重 明明有法 但台湾法官的轻轻放 这样怎么能有效遏止诈骗犯罪比率 看到蔡政府上台之后 两岸共打机制几乎是停摆 也会影响整个 这个犯罪的侦办的进度跟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的陆委会或者是蔡英文总统 应该都要想出办法 台籍人士在大陆被重判 立委们呼吁政府应该放下两岸城建 尽快开启对话 对最基本的打击犯罪共同面对 记者林信线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导 按摩 太阳 obrigado 这个人